5月21日下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13届全国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 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内 灯光璀璨 气氛庄重 悬挂在主席台正中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 一一生辉 十面鲜艳的红旗分裂两侧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 刘奇宝 帕巴拉格列朗杰 董建华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等 在主席台就座 祝贺大会召开 下午三时 张庆黎宣布大会开幕 全体起立 奏唱国歌 随后 全体与会人员默哀一分钟 向新冠肺炎疫情 牺牲烈士和世事同胞 表示神奇哀悼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议程 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汪洋总结了过去一年多来人民政协工作 他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议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聚焦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打好三大攻坚战等任务 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建设 认真履行各项职能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在近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 人民政协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 动员政协各级组织 各参加单位和广大委员参与疫情防控斗争 广大政协委员在各自岗位上 以实际行动展示了责任担当 汪洋指出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人民政协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 和十九节二中 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 相互贯通 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 双向发力 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广泛团结动员 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 和各族各界人士 紧扣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履职尽责 宁心俱力 为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全国政协副主席郑建邦 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 向大会报告 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作情况 全国政协委员 政协各参加单位和专门委员会 提交二次会议提案五千四百八十八件 经审查立案四千零八十九件 交一百七十五家承办单位办理 均已按时半截 常委会持续推动提高提案工作质量 加强工作制度体系建设 通过开展提案办理协商 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推动新时代人民政协提案工作 在坚持中发展 在巩固中完善